《五眼》會繼續 而新西蘭總理阿德恩 29號出席美國商會對華會議 會後澳洲記者提問新西蘭對中共的態度 阿德恩回應 新西蘭的原則就是堅持捍衛民主、人權的價值觀 不會因為經濟等因素改變 還說 他2019年訪問中國時 曾向習近平提出新疆的人權問題 不過 澳洲國安專家斯托爾茨博士26號 在《悉尼先驅晨報》刊文表示 新西蘭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之高 導致新西蘭對中共日益挑釁的行為故意視而不見 它敦促澳洲當局幫助新西蘭實現市場多元化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據新西蘭外交及貿易部網站統計 中國是新西蘭最大的貿易夥伴 進出口貿易超過330億紐幣 約合239億美元 新唐人亞太電視 張瑞珍編譯報導